人形解釋 此天詞信 李宗盛 那青空驕傲的彩虹 吹来的风鸣扬起城堡一石楼 提名前阵队的号角 又划过长风 踏上阵途寻找我的梦 转越时空遨游在游戏苍冲 烧热血争战沙场 谁是英雄一步隆隆重 出发火正在入口 岸上巅峰脚下视线 已经因为有我完全补充 冲再向前冲 奉我的弟兄生死云狗 惊奇在前方无动 冲再向前冲 为了我心中拥有的梦 全力向前冲 极先锋战士 极不可施 我们快追 黄黄 你别想跑 真想看看夹着尾巴逃跑的蒙古王 会有什么下场 那我们也跟过去吧 你也去 你不是受伤了吗 这点伤算什么 可是这里还有很多黑豹兽在搞破坏 那好 就让我们留下来解决他们吧 你在前面解决 我在后面 助阵 猛虎王 蒙虎王来了 这座城池又要被贡献了 哎呀 极先锋 现在的情况还没那么糟糕 你以为能源之城的防御力能够抵抗蒙虎王 这个当然 能源之城的防御力是你们机车组里最好的一个 而且只要你跟霹雳火联手发出合击绝技 就可以打败蒙虎王了 合击绝技 哪有那么简单 这只不过是传输中的绝技 根本没有人练成过 哎呀 你们没人练成 只是因为你们的战斗等级还不够高 不 我师父曾经告诉过我 合击绝技 必须要在激战王的控制下 才能够发出 可我们谁也没见过激战王啊 哦 极先锋 你也听说过激战王吗 这个当然 我们这里谁没有听说过激战王呢 嗯 极先锋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过不知道你相不相信 什么事 其实你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游戏世界 是一个叫做激战王的游戏世界 你们这个世界分为机车族和猛兽族 你们靠互相攻打来提高自身的战斗等级 而我正好是这个游战王的高手 我是来帮你们的 我是来帮你们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激战王 我是不是激战王 我也不敢确定 有一天晚上 我在家里玩游战王在家里玩游戏 一不小心就被闪电带到这个游戏世界了 我如果想出去的话就一定得帮助你们战胜猛兽族 那个时候我才可以回到属于我的世界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在前方带领军队作战 而在这里陪我这个没用的人说话呢 谁说你这没用的人 极先锋 只要你和霹雳火联手 发出合击绝招 流影电光闪 才能够击败蒙虎王的 够了够了 你以为自己真的是激战王啊 走走走走 那边凉快到那边待着去 什么 你现在还有心思睡觉啊 蒙虎王他们都攻到城下了 走开走开 别理我 你这个懦夫 怪不得你们月神殿会被蒙虎王产为平地 一定是因为你胆小怕事 不敢出来战斗 你给我闭嘴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极先锋 本来是一个正义勇敢 饥饿如仇的战士 却不是像你这样 胆小无能 又没骨气的懦夫 你在敢说 你想干什么 你不就会欺负我这种小屁孩吗 你有本事就去打蒙虎王啊 你说 你当初是不是因为胆小怕死 不敢和蒙虎王交锋 所以才导致夜神殿被缠为平地的 胆小怕死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胆小怕死 恰恰相反 就是因为我不怕死 和蒙虎王交战 才导致我的同伴死了 我的师父死了 所有的亲人都死了 你说什么 你们月神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我正在追捕两个黑猫生命 黑猫兽 可真是不堪一击啊 喜先锋将军 喜先锋将军 我们在前面又发现了一批黑豹兽的部队 对方有多少人 可能有三十多人 看样子是运输物资的 太好了 又有事可以做了 让我去消灭他们吧 停 这批黑猫兽 是蒙虎王元帅 用来攻打能源支撑的时候用的 我们一定要安全的运送回去 德将军 这里是月神殿的领地 听说有个叫红机先锋的十分厉害 我们要不要绕道走开啊 不用了 这里的路最近 我们抓紧时间 赶快过去就是了 大家快着走 我来了 我来了 什么人 竟敢一个人拦截我们蒙虎王的运输队 在我们月神殿的领域 竟然不认识我极先锋 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吧 什么 你就是极先锋 哈哈 怎么 害怕了 大家准备 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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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你见识一下我极先锋的厉害吧 今天浪头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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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头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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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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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逃 今天浪头杀 叹炸 金仙峰 你等着 我们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是吗 我吉仙峰就在这里等着你们 最好下次 找上你们的猛虎王一起来 那样我才打得过瘾啊 我们走 吉仙峰 你还挺威风的嘛 一下子就把蒙虎王的运输部队给瓦解了 那时候我年少气盛 又不知道天高地厚 师父一再告诫我 要三思而后行 可我就是听不进去 正所谓方风火火 既恶如仇 这才是你吉仙峰的本色嘛 你回去以后 师父一定大大的表扬你了吧 不 师父不但没有表扬我 还把我臭骂了一顿 他骂你 他为什么骂你啊 师父埋怨我 不该招惹蒙虎王的部下 你说什么 你接下了蒙虎王的运输部队 是啊 我一个人就把他们黑豹兽部队给打得到处乱跑 还把他们手上一批黑灼石给抢回来了 什么 你 看你干的好事 嗯 怎么了 师父 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做错了 急先锋 你知不知道你这次闯了大祸了 闯祸 兽族部队向来是我们机车族的敌人 消灭敌人就是我的使命 这有什么部队的 你袭击了蒙虎王的部队 还抢走了他的物资 你以为他会放过我们吗 哎 师父 我还以为你担心什么呢 不就是个蒙虎王吗 只要他敢来 我包管叫他有来无回 你懂什么 你那几下三脚猫功夫 连蒙虎王三招都接不下来 嘿嘿嘿 可据我所知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个人能接我三招啊 哼 当然了 除了师父您 嘿嘿嘿 哼 金先锋 你还敢在这儿嬉皮笑脸 如果你碰到蒙虎王 你就知道他的攻击力 是绝对不可抵抗的 师父 我可是您亲自调教出来的 月神殿第一高手啊 你贬低我的能力 不就等于贬低你自己吗 你真是气死我了 就凭你这种态度 你怎么能成为我们 月神殿的第一高手呢 哎呀 好了师父 那您说 如果蒙虎王来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现在立即去一趟时光之城 去时光之城 干嘛 去搬救兵啊 没错 你去把霹雳火请回来帮忙 找霹雳火 就他一个人 没错 只有让他和你联手 或许还有机会战胜蒙虎王 师父 您这话说的就太没道理了吧 他们时光之城自身难保 怎么肯派他们的守城大将霹雳火 来帮我们呢 况且 你把蒙虎王说的那么厉害 逛一个霹雳火 怎么能打败他呢 不是霹雳火一个人 而是你和霹雳火联手 发出合击绝迹 流影电光闪 这才有可能击败蒙虎王 师父 有这个必要吗 要收拾蒙虎王 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再大不了加上师父您 总可以了吧 我没工夫和你耍嘴皮子 这是保卫月神殿最后的机会 你赶快给我去 你是不是想违抗军令啊 不敢 师父 我这就去 师父他也太大惊小怪了吧 蒙虎王来了 我们月神殿可有麻烦了 那后来呢 你真的去找霹雳火了吗 没有 没有 那你跑哪去了 我在去时光之城的路上 突然碰到了蒙虎王的前锋部队 懒头上 委 intentional 篮包手 躲下去 方令呈现奉门 魂队 手备手 你是谁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 你是谁 将军 他就是极先锋 紫暴兽将军 就是被他杀死的 什么 你就是杀死紫暴兽的极先锋 怎么 有意见吗 真是冤家路窄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没错 不过要下地狱的可不是我 而是你们 狂妄的小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狂妄也是需要本事的 而我 正好有 大胆 这就是蒙虎王的前锋部队嘛 水平可真烂啊 狂妄的小子 你找死 村将军 这还有点意思 瞧我的 敬天浪投杀 今天 浪偷上下 接招吧 好厉害的攻击力呀 怎么 蓝豹兽 如果你认输 我还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极先锋 你别得意 我们的蒙虎王元帅 一定会铲凭你们月神殿的 到时候 要让你尝一尝 什么是生不如死的滋味 哎呀 这么蒙虎王的手下 功夫不怎么样 吹牛倒是挺厉害的 你 你什么你 你回去以后 替我告诉蒙虎王 我极先锋 就在月神殿等着他 好 你等着 我们撤 撤 真是没用 蒙虎王的手下 怎么都是这种货色呀 看来蒙虎王也强不到哪去嘛 还请什么救兵啊 还是回家算了 我以为师父高估了蒙虎王的势力 所以就掉头回家了 啊 那你岂不是违抗军令 回去一定会被师父 臭骂一顿吧 那时候 我连拜蒙虎王手下 两元大将 一起风发 以为自己就算不是天下无敌 也已经差不多了 再加上 有师父和其他月神殿战士的帮忙 一定可以打败蒙虎王他们的 我从来就不喜欢求人 所以回去之后 撒了一个谎 想敷衍过去 就算了 师父 我回来了 怎么 只有你一个人回来吗 霹雳火 他不肯来 他们时光之城 就快被黑铁兽大军进攻了 霹雳火他自身难保 来不了了 什么 黑铁兽大军 这么快就进攻他们时光之城了吗 是啊 他们时光之城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 霹雳火身为时光之城的守城大将 一定要坚守家园的 所以就来不了了 这 师父 你没事吧 难道这是天意吗 我们月神殿真的难逃此劫吗 师父 你也不用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 我看蒙虎王的部队也不过如此 您不必太担心了 鸡兽大军 你去召集所有的人到这里来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哦 你是要动员大家一起来保卫家园吗 不 我要告诉所有人 赶快逃 立即离开月神殿 什么 逃跑 走 走 晴天 雨天 落幕又在山颜 留戀 昨夜 流星划过云年 总在梦里穿越 灿烂星光点点 醒来浮现眼前 是尘封的诺言 我冷翻过大海 倾听风的思念 我穿越人世界 才想起你的脸 开头看见 漫天浮华雪月 回眸 发现 你就在我身边 感谢观看